这是个什么情况 对 出门之前忘了充电 结果到了地方卖没有电了 所以今天没有声的地方呢 只能后期配音了 今天我们到了横须鹤 说到横须鹤最有名的特产是什么呢 是美军 现在画面里面我手指的白色建筑的地方 那就是美军基地 但今天呢不打算说美军的事情 今天来到横须鹤 我想把时间往回倒170年 一边走一走 一边讲一下在这里发现的地方 黑船来航事件 好像还是美军的事情 什么是黑船 黑船就是铁皮蒸汽机船 但170年前的日本人他没有见过 所以就叫成了黑船 黑船来航指的就是美国舰队 以船间炮利打开日本国门的事件 既然是打开 那么我们就来讲一讲 为什么国门会关上 日本德川幕府时期 时间上大概是从明朝后期开始 他也和明清一样 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那么明清闭关呢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防倭寇 那日本德川幕府他闭关锁国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我们排除掉防倭寇这个原因 其实主要的原因呢 是为了防止基督教的传播 不过呢也因为清国没有基督教 而荷兰人呢他只做生意 所以德川幕府的国门呢 还是留了一个小缝给荷兰和清国 而荷兰人来做生意的时候呢 也会带来一些国外的情报 所以日本虽然是闭关锁国 但是他对国际上的大事 也是略微有所知晓的 比如说在鸦片战争期间 在看到了清国被列强瓜分的现状之后 日本也意识到了外国的强大 一直做好自己也会被入侵的心理准备 然而鸦片战争之后的十几年间 一直没有列强来过日本 什么原因呢 一是人家欧洲的列强来亚洲 人家走的是印度洋和日本不顺路 二是呢日本什么都没有 来了这边什么都捞不着 那日本呢就在这种单惊受怕之中呢 度过了十几年 直到被美国盯上 那美国为什么就盯上日本了呢 第一个原因和欧洲国家走印度洋不同 美国他可以从太平洋过来 而日本呢就在必经之路之上 这个战略意义非同小可 第二呢 美国在太平洋上是有补金业务的 那他需要一个地方进行资源的补给 日本的小利元群岛呢就正好合适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欧洲列强在夺占东亚和东南亚的时候呢 美国正在和墨西哥打仗 等打完了仗之后呢 亚洲也基本上被瓜分干净了 要说还有什么地方是别人没有盯上的 那就只有日本了 于是美国的海军将领 马修佩里领着舰队 就浩浩荡荡的开向了日本 那么横须鹤城里的景色也看了 也说了什么多 该要去吃午饭了 既然要吃 就要吃一下这里当地的特色美食 海军咖喱 我们找到了今天中午的午饭 这是一家开在美军基地门口的 然后拿大杯咒当BGM放的印度人开的 日本海军咖喱 今天就吃它 一份咖喱一份哈拉一杯牛奶 这就是海军咖喱 海军咖喱 现在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做普赫 我们边走边说 普赫这里是东京湾的入口 要去江湖就一定会来这里 而佩里当时来的也是这儿 1853年7月8日 本应该是一个平静的下午 然而就在普赫港口 突然出现了四艘冒着黑烟的蒸汽船 日本人见过其他国家风帆战舰 但是蒸汽船出现在日本 属实是开了眼 因为技术差了不止一个时代 当地的人只能称其为黑船 黑船带来要求开国的国书 但当时幕府将军德川嘉庆正病重 不适合处理国家大事 幕府那边跟佩里传信 叫他等将军病好了再来 佩里走前留下了一句话 说他一年之后再来 但是没想到佩里前脚刚走 将军后脚就病逝了 那好 等半年之后 佩里就又来了 这次佩里的态度非常强异 要么开国门 要么开打 你选一个 那日本幕府在这时候呢 就找不出什么借口 只能打开了国门 签订了通商条约 那么有一个小知识 1945年日本战败 在进行投降仪式的密苏里号上 悬挂着两面新挑旗 一面48颗新 是珍珠港偷袭时 华盛顿号上挂的那面旗 另一面旗 31颗新 是美国人专门从博物馆里翻出来的 就是当年佩里来的时候 挂的那面旗 意思就是想说 你家的国门开了两次 而两次都是我打开的 好 那么话说回来 当时黑船出现的地方呢 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海滩 而当地的民众 就是在这个位置围观的 那我们转头往后看 这里叫做佩里公园 一进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特别大的碑 正面是汉字写着 北美合众国水师体都 博里上路纪念碑 而后面呢 用英文写着同样的话 对 没错 日本人呢 给佩里立了一块碑 自从佩里上路之后呢 日本迎来了风起云涌的木末时代 也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能人志士 在这种动荡的年代呢 日本经历了战争 也经历了幕府倒台 但最关键的是 日本第一次睁开眼睛 看到了这个世界 所以佩里来行对日本来说 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事情 在1901年 为了纪念佩里来行 让日本从封闭走向开放 就在佩里最初上路的普赫港这里 立起了一块碑 以此来纪念这件事情 那关于横须赫 还有在横须赫发生的故事 我们就讲这么多 不过说到横须赫 果然还是应该去美军基地 美军基地的开放日之前 因为疫情停了三年 今年夏天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会开放呢 如果到时候开放的话 我带大家去看一看 我看网上说 他们基地里边卖的汉堡 特别好吃 有机会的话去吃一下 好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收看 我是冷水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